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让松柏的一众人有些刮目相看了 李燕给今夏办好入职手续 分配了专有的办公室 领着他去网楼上的总裁办报道 办公室里路易一身干练的西装加身 坐在办公桌前宁谋 正打着一通越洋电话 他的英语发音十分标准 配着他金贵内敛的一张脸 浑然天成的气场让他看上去 贵旗又胶金 让人挪不开眼睛 路易头也不抬得指一指班前已 示意他们先坐下稍等片刻 李燕邀金夏坐下 正要去帮他拿水 南风就已经得了消息送了美诗过来 两人在张氏的合作时间虽然不久 但金夏留给他的印象很好 对于这个未来上司 他满心的欢喜 美诗 南风将咖啡放在金下面前 弯着眉眼用口型跟他说话 金夏同样抱之以微笑 两人之间亲密的小动作落入李燕的眼里 不免有些好奇 但是当着路易的面 他也不好直接询问 况且金夏还是他的顶头上司 就这么当面八卦 似乎有点不好 不过看着金夏和南风的小动作 李燕心里略略有了些谱 他并不是一个难以亲近的上司 说不准以后他们之间也会是如此亲密的姿态 路易的电话很快就打完了 抬眼看到眼前的两人 微微汗手便算是打了招呼 路总经老师的入职手续已经办完了 嗯 路易浅浅勾唇 转头去看金夏 带着省市的眼神仍旧如平时在办公室里一般沉着淡然 早上出门时 他穿了一身干练的西装 衬衫竖进长裤里 勾勒出完美的腰臀曲线 既职业洒脱又不乏女性的美 他不满 哄他办公室里冷气太足 又让他加了一件薄外套 先适应一段时间再慢慢进入工作状态 过两天有合适的助理自己再找两个 李燕 金老师以后直接负责人力资源中心 他的职级上比副总裁矮半级 易英的待遇上按照标准执行即可 好 那金老师就是总裁特别助理 分管人力中心 是 另外 金老师的办公室放在我外面紧挨着的那间秘书办 让秘书办重新挪个位置 路易诞生安排 最近一段时间他忙于工作 办公室的安排是他刚刚才想到的 李燕愣了愣 总裁的秘书办一向是紧挨着老板办公室设置的 这会儿忽然间调整似乎有那么一点不太方便吧 但路易这脾气他又有点不敢反驳 有问题 见李燕没有回复 路易挑了挑眉 李燕自然不敢如实回答 只能默默怪自己工作不到位 这么点小事都要老板开口 许是怕他误会了 路易难得的开口解释说 以前总裁不设特别助理 普通助理的工作和特别助理的工作也有所不同 未来松柏的发展上 金老师需要密切配合我的工作 所以需要他的办公室离我近一点 方便沟通 我立刻去调整 李燕有些受宠若惊地看着路易 没想到有生之年 还能等来高冷总裁如此客套地解释 路易汉手 借口还有工作要交流 单独留下了惊吓 李燕还沉浸在被总裁特别照顾的情绪里 没有缓过来 兴奋地点头退了出去 临出门还不忘感激地看一眼路易 男人神色淡然 看不出什么明显的喜怒 但是落在他眼里 就成了温和亲切的浅笑 迷人的一塌糊涂 办公室的门刚刚合上 路易就皱着眉头 从今下面前拿走了剩下半杯没喝完的咖啡 以后别喝这么刺激的东西 对胃不好 没看出来陆总裁对下属这么贴心呀 吃醋了 路易清审 知道他在说他刚刚特地跟李燕解释的事 惊吓抿唇低头 嘴角的笑意渐渐样开 他哪里会不知道路易刚刚解释的目的 只不过想逗逗他 以后在办公室里逗法 感觉应该还不错吧 前两天忙着工作 忘了提醒李燕办公室的安排 他向事心虚 特地又跟他解释一遍 把你放在我旁边的办公室 以后往来会方便一点 未来的几年 我需要你被靠背的信任和交付 我也会把后背交给你 金老师 愿意吗 他起身微微弓身向前伸出右手 惊吓低眸看一眼他的手 郑重地把自己的手交握进来 生活里他们是甜蜜恩爱的情侣 工作中 他们将是配合默契的搭档 他有力地握着他的手 许久都不曾松开 金夏刚想开口提醒他 男人手臂力道忽然收紧 恶作剧地提着金夏的身子 直接把他拎上了办公桌 金夏吓得惊呼一声 随即又赶紧捂紧嘴巴 路易 在办公室呢 我知道 但你先勾引我的 他低眸 视线落在他胸口 金夏跟着垂下眼睫 以前穿着正好的衬衫 不知何时起 竟有些略略紧了一些 胸口触崩得紧紧的 路易两手不太老实地捏了一把 在他后颈处轻轻咬一口 下班了去买新的 不准再穿这件 知道了 金夏耳阔微微一红 他是真的没有留意到这个问题 并非有意穿着 路易还想再跟他亲热一会儿 听到门铃声 立刻松了手放他下来 整理好衣巾 示意他重新做回去 自己也端端做好了 才让来人进门